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人留言敲碗的一个内容 Blackpink的罗杰 昨天为了庆祝极祖的生日 在IG现实动态上传了与极祖的合照后留言 我们可爱的大姐极祖 非常非常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你能过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天 真的是很温馨的内容 但是因为罗杰在非常非常 NomuNomu这个部分使用了NomuNomu 就被一些网友们举及说 罗杰使用了Irbe用语 而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那什么是Irbe呢 Irbe是一个启示女性 启示外劳 贬低セウォロ等 在韩国正常人眼里 就是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使用的论坛 而大部分的使用者都是男生 因为在那个地方 为了鄙视韩国前总统NomuNomu 而使用了NomuNomu这个词 所以有一天 NomuNomu就变成了Irbe用语 而在罗杰上传这个行动不久 就更改了这个部分 这解决就是 一般韩国女孩子在撒娇的时候 都会把Nomu这个音读成Nom 我看那些人这辈子都没交过女朋友 才会有这种妄想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一般网友们的反应 这是什么创造争议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是Irbe用语 为了可爱使用后吓了一跳 如今应该也是为了可爱的语气使用的 是吧 都是Irbe问题 可能吗 我在爱豆本来也是常用这个 然后粉丝们悄悄地告诉他后才没有使用 还很对不起我们 之前有过艺人因为这个被带风箱说是Irbe 真的是很可怜了 就是因为那些家伙 想要使用可爱语气的人都要被攻击 真的很烦人 为什么为了脑残门 正常人要小心被审查呢 如果有人对鲁杰说 鲁杰这是Irbe用语不可以使用 的话 鲁杰的反应应该是 Oh my god What is Irbe 所以粉丝们不要太担心 正常人反而会觉得 把这个当成正义的人 当成奇怪的人 OK 鲁杰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很幸福的内容 因为在韩国34年来首次发生的事情 出演Yukiz的军人夫妇 看似非常平凡的军人夫妇 其实他们是现韩国陆军上尉 也是五胞胎的父母 五个孩子生下当时都是一公斤左右 在新生儿集中治疗室恢复后 慢慢长大 孩子们脖子上的军牌项链 还有这个婴儿推车 是韩国国防部长官送给孩子们的 孩子们一起游泳 一起散步 一起旅游 一起露营 一起睡觉 一起拍照 然后大家发现到了吗 这里头上戴着领带的是小男孩 其他都是姐姐 现在孩子们是13个月了 都非常健康 然后现在他们每天坐着这种推车 上幼儿园 孩子们真的好可爱 但是两位应该会很辛苦吧 养一个都很困难 五个 太尊敬了 看孩子们的笑容真的太漂亮了 妈妈真的是好伟大 当时医师对父母们说 要选择放弃几个孩子 但是在听到心脏声音后 父母还是决定都生下来了 最近这种世界 这真的是爱国的人 希望能接收到很多补助 孩子们能健康长大 大家有没有说看到这种很可爱的孩子照片的话 就想要生孩子呢 隐身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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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